没想到这儿还挺大的 不知圣子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 我不是在做梦吧 君殿下居然来找我了 君殿下有礼 此乃舍妹 她 她 她是凤武 不不不 这是我六妹 叫凤刘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凤武长歪了呢 不是她就好 他们怎么会到凤宅来 难不成 他们知道了凤小虎就是我 君殿下里面请 此地不宜救流 此地不宜救流 走走走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我说不尽 小姐 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公子说笑了 像奴婢这种身份卑微的丫鬟 您怎么可能会见过呢 不过是长相平凡吧 小女子久居深归 不便见外客 就先告辞了 好了 别败来败去的了 这样低三下四 让人看着盛宴 没想到 时间竟然可以改变这么多东西 走吧 在这还有什么意思啊 季老大 你还不走啊 看凤舞这样 我们也只望不上了 君殿下 您刚来边境城 我带你们四处转转可好 不必了 哥 都怪凤舞 都把人吓跑了 你们说啊 凤舞怎么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这么无趣 可能也是有什么无可奈何的理由吧 什么呀 她现在毕竟没有了修为 也许 也许 这种日子对她来说 反而是好的吧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就等着毕城主汇报结果吗 我们私下也找找看 有没有什么别的线索 你前段时间做的爹打药酒 五小姐真的收下了吗 是啊 她还夸我手艺啊 越来越好了呢 哎呀是吗 不过说来奇怪 最近五小姐都没有来家里问诊了 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 你不知道吗 听说家族啊来人了 离一层外一层的 旁人都不许进嘛 有那么严重吗 是啊 听说是从园东来了两个人 什么大少爷六小姐 住在五小姐家不说 消长跋扈的 那家是凶得很 真担心五小姐被他们欺负了 大娘 你们刚刚说的那个五小姐 是凤五吗 我们只知道五小姐 凤五是谁 没听说过两个 就是成交老财那个 呃 除了长相一无是处那个 那是五小姐家 你什么意思啊 五小姐哪里一无是处了 她厉害着呢 我也没说错啊 凤五现在就跟木头一样 呆之憨傻 无趣得很 冯寻 这 在下有事想求 有谁能告诉我 在这北京边城中 最有名的炼丹师乃何人 范老头 范老头 你这个疯丫头 疯疯活活地干什么呀 九转回灵丹怎么样了 我不是跟你说了时间了吗 你这个小脆灵鬼 来不及了 军园他已经来找我了 你不是乔装易容了吗 难道他们知道就是你拿的鲜灵果呀 那倒没有 我会照这样下去 迟早要露馅的 这鲜灵果 我好不容易才拿到的 可不能被他们抢走了 这 有人吗 算我 你们一定很好奇 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吧 你们也一定很好奇 我为什么要装成那个样子吧 我 我 可以解释的 你倒是说说 你们也知道 我们母女无依无可